大家好,我是鲁年,欢迎大家来收看鲁年频道 上一回说到,超人不在手下留情了 他为了拯救数万人的性命 而选择消灭了上千敌人的性命 而蝙蝠侠认为超人已经回不去了 在整阳的危机,也不该夺走他人的性命 超人和鲁士开始开发药环 这个药环可以使他们得到更加强大的力量 蝙蝠侠尝试要他的同伴认同他 为了让大家更加相信他 他脱下自己的面积,让他们知道他是普鲁士维恩 双方在战场上相遇,他们不想开战 因为他们还是朋友 他们的想法都是一样,不想伤害朋友 而蝙蝠侠团队也选择离开 超人找到了闪电侠陪他下棋 他有几个问题要问 超人需要他的意见,因为闪电侠可以想得很快 超人先开始下棋,他要讨论他的想法 我小心出枪子,将军 闪电侠说,你以枪子开头,然后是什么 吸烟还是香烟,他们比枪子害死的人多得多 然后我们去关押所有超速的司机,将军 然后我们把所有不给危险狗传上链条的人关起来,将军 然后我们把所有不寻乱利用资源的人杀了,将军 超人认真的思考闪电侠所说的话 深夜没人的时候,戴米安偷了鲁色发明的药物 然后他传送自己回到蝙蝠洞 阿福发现他回来了 他杀了夜夜觉得很内疚,他不知道要做什么 直到蝙蝠侠回来了 他问戴米安,你在这里干什么 他们两个没话说,直接各自离开这里 阿福赶紧告诉蝙蝠侠 你儿子心还内疚,回家寻求救赎 求你,今天别像往常那样 蝙蝠侠叫戴米安 等等 我只想谈谈 戴米安转头告诉蝙蝠侠 你抛下了我 在阿克汉姆,你把我抛在那里 那是因为你错了 超人才是对的 你太自我,才看不清真相 这和我无关 当然和你有关 事情总是和你有关 你的身战,你的痛苦 你故事的父母,你的道路,你的规矩 你令人无法忍受道德的准则 阿福压着戴米安的肩膀 求你了,让你复兴说完吧 这时,戴米安已经拿了 鲁色发明的强力叫完 他不小心抛了阿福飞往蝙蝠店了 不 戴米安惊吓他自己做了什么 蝙蝠侠看到他的老朋友受伤了 他直接大声对戴米安 你 戴米安不甘心 他再次出手把蝙蝠侠创击在身后的巨大硬币 因为创击,导致硬币不平衡 倒塌下来要压大阿福 这时,英里即使出现顶住了硬币倒塌 阿福才没事了 戴米安赶紧扶起阿福老婆道歉 他不知道自己会那么强壮 英里要和戴米安离开这里 直到蝙蝠侠说了别管他了 戴米安怀疑了 为什么英里那么听蝙蝠侠的话 为什么会知道蝙蝠动在那里 英里应该没有那么强壮 戴米安投出了燃烧弹 原来英里是火星追猎者伪装的 他是蝙蝠侠派来的卧底 戴米安立刻逃离传送自己回到超人那边 戴米安解释一切 英里是火星追猎者伪装一阵子了 蝙蝠侠手上有真正的英里 超人觉得这一次蝙蝠侠做错了 所以他决定对付回蝙蝠侠 他要公布蝙蝠侠的身份 超人连接全世界的通讯科技 他告诉人民 蝙蝠侠夺走了一位英雄 英里被绑架了 蝙蝠侠通过谎言和绑架来实现他的目的 现在我要告诉他的真实身份是 蝙蝠侠启动了伊卡洛斯洗衣 他关闭了瞭望塔 前部人在瞭望塔开始恐慌了 他们立刻把瞭望塔带回地球 这时超人说了 不 蝙蝠侠在争取时间 也便适时合适迎击计划 我不会给他时间 让我对地球演讲说完 他开始利用杠工本身的超级电脑来联络地球 他们传送到了信息给地球人 蝙蝠侠是不禄斯为人 全世界现在都知道蝙蝠侠的身份了 这一年盟找到了蝙蝠侠来谈判 蝙蝠侠告诉他们已经放了英里 直到鲁侠侠的英里已经回到瞭望塔了 神经理侠告诉蝙蝠侠 这次最后通告了 我们会以无力回应 所以蝙蝠侠非离开这里 闪电侠的惊吓 好吧 这可没想到呢 蝙蝠侠将会和正义能不能开战呢 如果想知道接下来的故事 就按赞分享出去楼订阅啊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